他的身份大曝光!香港自身绿叶男星江浩文竟然是大马人!网民,又一个大马之光! 香港自身演技派绿叶男星江浩文今晚已拆弹专家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他在领奖时说,过去他一直在想,到底我的运气都用到哪里去了? 但近年他发现自己遇到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多好机会,运气突然变得好到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好担心我是不是快死了。 走上领奖台的江浩文十分激动,像一同出席班奖礼的太太尹宁耿也告白,老婆,拿到了。 江浩文除了感谢妻子,家人多年支持,也谢谢经纪公司老板古天悦。 他更感谢拆弹专家男主角刘德华,我从没想过可以扮演这么帅的警察,而且还是跟刘德华同台。 江浩文说刘德华不论目前幕后都给他很多帮助,他也提到导演邱里涛拍摄速度超快,每次他都很紧张地问导演这样就可以了吗? 邱里涛总是很帅气地回答,可以了,我比你更紧张。 江浩文说,经过邱里涛的调教之后,我会更加信任导演。 1986年加入香港亚视的江浩文,1985年至2010年间参演过数十部电视剧。 入行33年的他,也拍摄过于80部电影。 出道前,他曾在茶楼卖过点心,从事过装修,还表演杂技。 他自小父母离异,大半个童年与母亲相依为命,十多岁时母亲离世,他后来被送往香港福利署的少年宿舍寄养。 近年专注于电影的江浩文,在加蒙古天悦的《天下一公司》后作品《泼风》。 去年他艺术大招风中的《大灰一角》,首次入围香港金相奖最佳男配角,最后期败出演《一念无名》的曾志伟。 而此次他凭借《大乐师》《为爱配乐及拆弹专家》中的角色,同时再度入围最佳男配角,最终胖得的金相奖,也是他人生的首作奖杯。 江浩文背景。他在节目《兄弟帮》中透露自己是隔代混血儿,外公外婆具有马来血统。 现今经纪公司为天下1亿人管理有限公司。江浩文是家中的大哥,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她的生父在出世时已经跟母亲分开了,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后随妈妈跟任装修三行盼头,性中的养父生活。 小时候因母亲有病,养父要工作,于是将弟妹送去了儿童院。 到她14岁时,母亲病逝,她被送到荷兰宿舍,由香港学生辅助会营运,位于关塘的少年宿舍。 此前她曾经认读过多间小学,由北角读至关塘西饶的关塘寻到小学。 后来入独地里亚修女纪念学校,岳华。 江浩文初中时已跟宿友们到中国大酒楼卖电信,做装修,表演杂技等。 后来因为当时的女朋友在特约演员公司工作,于是便加入杰黎菲行列。 至1986年,她报名参加亚洲电视举办的第一届电视先生选举,赢得亚军和才华先生,冠军为孙兴,之后她便顺理呈张签约亚士入行。 江浩文老婆,妻子为前亚洲小姐英宁,原名金慧英。 来年很可能是黑仔事业的真正高峰,事关她将会于新片《翠斯》中饰演一名有家世的变性人,为影迷带来惊喜演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